林洋佩在巴黎奥运拿下金牌 吸引国人观看 根据零传媒统计 宇求成为最受关注的运动项目 不过想看比赛 却要另外付费引发争议 尽管有57.1%赞成付费 不过其中实际有付费收看的 只有两成 反对付费的人也有42.9% 政府可以思考的是说 假设由政府主导做这个事情 找平台合作 其实政府也不见到出钱 因为平台也会出钱 那这个事情做下去之后 对国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第一可以普及化 第二产业可以升级 第三就是交费观光各方面都可以 美国NBC是从2014年的时候 就已经谈到2032了 然后英国的BBC是2023年 也是同样谈到2032 如果这全部都是国家出资的话 如果在我们立法院就有点吵了 我们立法院是你说一次要 是不是会授权政府 同意政府 去谈这么久 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业元智主张 由国家主导奥运转播 让全民收看 不过中日雄认为 应该使用者付费 来内内委看法两极 学者认为国家花钱转播奥运有难度 收看奥运该不该付费 孔家成为即将成立的体育部 要面对的难题 美兴尽为您的美观етров 看到我们的更多 您们来看看 在这边 好